哈喽小伙伴大家好 我现在在陕西西安 这里是西安市的卫阳区 今天来到了西安市的西安北站这里 前面这边就是西安的高且站 西安北站 我现在站在西安北站的南广场上 现在是11月29号下午的三点钟左右 今天来到西安北站这边看一下 看一下西安北站这边现在的一个客流 这个广场上现在几乎没有什么人啊 只有零零散散一些乘客来这边准备坐车 因为现在今天西安天气比较冷啊 中午那会还下雪了 现在室外温度可能在零度左右 最高的话可能在一度吧 确实还是挺冷的 所以这边也没什么旅客 看看西安北站的站房 西安北站也是西安市内比较大的一座车站 是整个西北地区最大的一座车站 西安北站是当初是2011年正式投入使用的 到现在已经有11年时间了 西安北站这个车站总体的建筑面积是33.66平方米 据说西安北站也是国内最大的一座高铁车站 当然这个车站并不是说它的面积比较大 而是说西安北站的这个车站的规模 就是它那个站台面积 说到这可能有小伙伴就有不同的意见了 说是西安北站怎么可能是国内最大的一座车站呢 之所以说是西安北站是国内最大的一座车站 是因为西安北站它的站台规模是国内最大的 西安北站是拥有18台34线 确实比较多 可以同时停靠这么多车次进站 转一圈看一下西安北站周围 这块还是比较冷听的 但是前面有很多地方还正在建设 旁边这边还有几栋楼 不过这几栋楼感觉好像建了好多年一直都没有完工 有人说这几栋楼是烂尾了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到里面再去看一下 看这个广场上 这些灯柱还有这些广告盘 到处都彰显着大唐文化 现在这个唐文化确实用的不错 到处都用了这个唐文化 这块就是近站和坐高铁的地方 看着没有什么人呀 因为地下它有那个地鞋 地鞋的话可以直接从地鞋里面上来之后 做地鞋 这一个原因就是现在是寒冬腊液 再加上这个口罩的问题 出行的旅客就更少了 显得这个广场上非常冷清 以前这里还是比较热闹的 因为西安也是一座旅游城市 十三朝古都 很多人都会选择来西安这边旅行 来这边游玩 南广场进站口 这边是卖票的售票处 前面是做地鞋 还有做公交的地方 它这个地鞋是在地下 西安北站这块是有三条地鞋 有二号线 四号线 还有十四号线 也是一个大站 好多地鞋都通过这里 从下面乘坐地鞋 这里面就是高且近站和乘车的一个地方 从这个轴子到前面一眼望不到头啊 要不说西安北站是站台规模比较大 站台比较多的一个地方 看看这里有多少轨道 超级多的车 我现在来到这里是车站的第二层 这块是私家车通行的一个地方 前面就是西安市区了 往市区方向的 这边有个通道可以通往北广场 现在南北广场都可以进站 从这个通道可以去往北广场和南广场 还是挺方便的 现在去北广场看一下 下面这里就是车站的站台了 西安北站 看一下有多少轨道 从这里看一下西安北站站台大不大 从南边那边再往北边看 北边这边还有好长的地方 全部都是站台 现在站台上没有几趟车 好像只有两三趟车进站 确实车次比较少 前面那边有一辆和谐号 现在刚刚驶出西安北站 西安北站北广场 然后还有两根大烟筒 这块就是北站南广场了 旁边是地钱 还有公交车停靠的地方 就是一定的事情 这个站在北站上 其实是在河南站连高兽药 还有在河南站之后 这边睡觉 就是在河南站上 把河南站放车 所有人都可以在河南站出 什么河南站 一直是在河南站 西安河南站